一顆一顆椰子 李陶恰恰雅雙十年假 民眾到旗津逛老街 買顆椰子 結結殼 泰國就比較甜耶 可是泰國就比較甜 老闆熱心解釋 台灣跟泰國椰子那個比較甜 怪的就是不講價錢 台灣上也沒有標價 直到客人詢問 大顆的100元 100元 我等一下... 台灣的哪種差不多多少 幾顆 120元 怎麼那麼貴 一顆100元 但一般市價大概50元貴了 將近一倍 同樣沒有標價錢 單價高的 還有烤玉米 一百一定好了 零整能給你 要不要一點 然後比較好吃 玉米都放到炭火上烤了 才說要110元 價錢也比一般夜市的 六七十元貴了 近一倍 一五十元貨 前面有三至一百 你去參考吃看看 老闆良解是一分錢 一分貨 但還有其他業者 像是海鮮球跟烤魷魚 攤位上沒標價錢 但客人詢問前會主動告知 高雄齊金觀光客多 應該標示價錢簡單又清楚 但某些業者就是不清不楚 讓民眾不小心被當成潘納 不明顯 不想荷包大失血 最好事前確認價錢 以免買到一肚子氣 記者梁家文 王書宏 高雄大 好事 好事 好事